大家好,我是這場的議程主持人 然後這場議程將會由馬勝豪以及他的另外講師Hank 然後一起為我們帶來一個關於議程式分析 然後怎樣去做一些漁化引擎辨識 然後在面對有沒有加渴的情況下 他們是提出了什麼方法去解決 並且有哪些技術的細節這樣子 然後在大會網站上面點進議程 然後找到了我們這場議程之後 我們可以有共別的連結以及Slider的提問 然後到時候我相信大家的提問 現場的提問會非常熱烈 然後線上如果有任何想提問的話 也可以使用線上提問 然後我們到時候會再麻煩主持人 事後在線上幫忙回答這樣子 那我們就交給主持人開場囉 謝謝 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這場想想的是 在野外有很多混淆的惡意程式 甚至是ransomware 熱索軟體都是大量混淆狀態 那我們想要提出一個全新的方法是 基於符號化引擎的方式去解決 這種大量變 就是大量變異的惡意程式 那我們要有效的方式去解決 熱索軟體在外面的肆虐 那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TX1 那很榮幸今天這場議程 可以在HitCon發表 同時我們這場議程 在今年Blackhead也有做發表 那我們是P13 那中間這個Mars是我們今年的總召 就是HitCon的今年的總召 那同時也是我們P13的Leader 就是主管這樣子 那Mars曾在RSA、DevCon 然後HitCon 跟Cypasec都有發表過演說 那我自己是馬勝豪 左邊這一位 那我目前是P13的研究員 那我曾經在像今年的Blackhead 然後DevCon HitCon HitCon都有發表過演講 那右邊這位是Hank 他專注於做CTF 然後跟我一樣是做Windows逆向工程 的興趣的愛好者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Outline 那今天的Outline 其實今天觀看標題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想要解決的是 用符號化引擎的方式 去解決二一乘式偵測的能力 那其實我先講個重點就是 我們今天想要解決的是 我們想要去識別有效的 用符號引擎去識別LUS軟體 那在我們的實驗裡面 我們用了一千多次的樣本 並且有效的去偵測到九十幾%的效果 就是高達九十八%的偵測率 那中間我們會先去介紹說 為什麼我們要提出 為什麼現在已經有很多偵測技術 實務上有很多商用的偵測技巧 明明很好啊 為什麼我們還要提出自己 基於符號引擎的方法呢 那我們去講背後的動機 然後我們是怎麼發現這些問題 然後我們要怎麼解決它 那後面我們會介紹說 我們的符號引擎是怎麼設計的 然後最後會用多個例子來介紹說 我們的符號引擎能夠有效的識別 在Virus Total上面可以看到的樣本 好 那先做Introduction 首先 那其實惡意城市的種類非常多種 就是這些都是常見的惡意城市 那其實這麼多的惡意城市類別中 目前既有大家都知道的偵測方法來說 其實都有辦法有效偵測到所有的惡意城市 就唯獨一種是沒有辦法偵測的 是比較困難去解決的 是惡數軟體 這也是為什麼這五年來 這四年五年來 大家不停地聽到惡數軟體一次又一次的攻擊 但防毒軟體裝了好像卻沒有辦法完全解決 那我們要探討這個問題 那在我們這邊偵測到的數據上面可以看到說 這邊是這近幾年 從去年到今年的完整的惡數軟體的比例 那從比率上面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從去年高達六成 在去年的時候高達六成 只要對於各家廠商來說 你只要有辦法偵測出這支程式是惡數軟體 你只要寫一個特徵碼 偵測出它是惡數軟體 是不是Wanna Cry 那你就有辦法偵測到六成 可是在今年你看Wanna Cry的比例 雖然仍然是最大比率 但是它已經從六成降到四成 但除此之外 野外的樣本開始大量的變異 像是出現很多小眾樣本 但這些小眾樣本越來越多 像是Cryptor 然後Locker 然後Lubby 然後County這些樣本 那這些比率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訊是什麼 以前我們只要寫針對Wanna Cry 或者是針對前三大 我有辦法做到八成的偵測率 可是在現在來說 你可以看到它的種類 從大宗的Wanna Cry Cryptor Locker 現在分到非常多小眾的樣本 變異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們已經很難以再用 傳統的基於一條特徵馬 來偵測到大部分的人生為了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在今年做 這一整年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繼續偵測了 就是目前野外高達 將近九十幾%的樣本 總共我們分析 逆向工程分析了 十六種不同的家族 那我全部列在表上面了 那我們就去分析說 我們去逆向工程發現 這些垃圾軟體樣本 像Wanna Cry 然後Locker Goga 然後Kent 然後Cold Locker County 這些都是非常知名 而且野外非常猖狂的一些 垃圾軟體樣本 那我們分析之後發現說 它就有這些行為 像是去參數 做參數檢查 然後去做開啟啟動向 然後partitial的去做部分的加密 然後會有去做persistent 那其實這邊就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們都變異的速度非常多 而且但是它唯一不變的 是每一支程式 因為都是垃圾軟體 所以他們最終都是想要 去加密行為 那我們就想說 如果以往大家 特徵碼都是建在 這些不同的行為上面 但是卻沒有人敢去 去偵測唯一的那一條圈 就是他去對同一文件 進行加密檔案的行為 我有沒有辦法 用符號引擎的方式 去偵測每一支二億程式 每一支垃圾軟體 都該有的加密行為 我們想要針對 用符號引擎去加強 專注在偵測 一支程式是否帶有 對陌生文件受害者檔案 進行加密行為的這個偵測能力 好 那剛剛講完了 其實現在野外樣本非常常狂 而且變種速度非常快 那新的問題就是 那其實你會說 現在實務上面 商用的偵測偵測技巧很多 像是有基於Pattern-based的 有特徵碼方式 然後有Behaviour-based的 有啟發式 有雲叉叉 有Laning-based 那這些方法來說 你會說這方法不好嗎 像是特徵碼 那它有一些困境是 對於Ransomway這個主題 有非常大的困難點 我做個舉例 比方說像基於特徵碼的方式 會有什麼問題 你需要在Local端 要有大量的資料庫 記錄很多的特徵碼 那這個東西 對於使用者來說 像是效率 偵測上的效率來說 或者是說 它需要存放大量特徵碼 那或者是說像是 基於Cloud-based的 那Cloud-based的問題像什麼 萬一你今天 像我們公司做的是OT 那OT 場域很多機器 其實是沒法聯網的 那沒有聯網的程式 它要怎麼去雲查殺 要怎麼去做雲端更新它的特徵碼 這其實會是另外一個痛點 那最後就是Lalign-based Lalign-based現在在學界 或者是商用技 其實都非常 大家都非常心盛在討論 基於Lalign-based 可是Lalign-based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Lalign-based它通常 目前論文都是做到 你可以去做classify 你可以去識別這一支層 是某一個族群 或不是某一個族群 但它沒有要有效去偵測 某一支binary 有一個行為 或者是沒有那個行為 它沒有要做到 非常細力度的偵測 某一支binary裡面 是否帶有特定的行為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用 Symbolic Engine的方式 用符號化執行的方式去偵測 某一支binary裡面 是否帶有某個行為 特定的行為 就是我不只是要偵測到 它是惡異程式 我還要偵測到 這支程式裡 有惡異程式的某種特定行為 我要非常細力度的偵測到 它就是有特定某個行為 在某一行程式碼上面 有某種惡異程式行為 那我們就用符號化引擎的方式 來解決它 好 那我們就來介紹我們的 Pretical Symbolic Engine 是怎麼設計的 那其實我要非常感謝 就是我為什麼會有這個idea 去用符號引擎去分析 去做惡異程式偵測 其實我是借近於這三篇論文 就是IEEE S&P的2015年的論文 然後還有NDSS2018年的論文 跟2019年的AS&P 就是EAN Security and Privacy的論文 這三篇論文是我的整篇 整篇概念的靈感 來自於這三篇論文 那第一篇論文是這個 2005年的這篇 Security and Privacy的論文 它提出了一個方法是 它這篇論文是講說 如果今天有一支惡異程式 我能不能去寫 就是我們都知道惡異程式 是基於惡異濫用某些API 惡異濫用某些系統 提供給你的函數庫 函數API 來達到某種特定的惡異行為 那這邊論文就講說 如果我今天有辦法設計 一個特定的惡異程式樣板 去偵測某一支Binary裡面 有基於API前後文關係 去比方說你先使用了Open Process 然後打開了一支Process的Token 接著再使用Writer Process Memory 去寫它記憶體 並且使用Create a Thread 那你就可以說 這可能再注入學而口 那這篇論文就講說 那我能不能基於 我分析一支程式裡面 某個Binary上面 它的API前後文同時出現了 Open Process 然後Create a Thread 然後Writer Process Memory 我就可以 我能夠去偵測到 它確實是 從它的資料引用關係上面發現 它對某一個Process 進行打開權杖 然後寫入記憶體 再創建執行序 基於它資料的引用關係 來分析 它可能是某種特定行為 但這篇論文 當初在發表的時候 它強調它有 偵測率是沒有任何False Posit 那你就會想說 它這篇論文裡面強調 它有辦法去解決混淆的樣本 並且大量變異的樣本 但是而且它又同時 具有沒有任何False Posit 的狀況 它會說這個東西超好 超厲害的啊 那為什麼大家不用呢 那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 它這篇論文它只探討 基於符號引擎上面的 資料引用關係 來識別 來建模 是否有特定的行為 但是它沒有去探討的下一個問題是 現在惡意城市在2022年了 現在 大家都知道說像是Refail 或者是Lockbeat 它通常都不會直接把 它要用的API名稱 直接放在引入函數表上面 所以對於2022年現在全新的 現在大量野外的樣本來說 都是完全混淆的狀態 你根本不知道那個API指針 它是什麼API在裡面 你根本不知道那隻惡意城市呼叫了一個API 那個API是什麼API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基於這個問題 我們想要解決這篇論文的問題 我們用了下一篇論文 是 NDS是這一篇 2018年的NDS的論文 那這篇論文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在2018年發表出來的時候 在NDS上面發表 它使用了引式馬可夫去識別 它就說 像是我們都知道說 你用那個 像是你用 Regist Creator Key EX 可以在Windows上面 創建出一個註冊表記 那大家在用這個API的時候都知道說 我們在使用 Create Key EX這個API的時候 如果你的第一個參數給的是 就是80000001 那這個 你只要給這個API 80000001 就代表你想要給它 H Key 那這篇論文就想說 如果Windows的API設計的時候 系統的API都會設計很多這種魔術數字嗎 那我能不能基於這些魔術數字 去反向 就是我今天把一個API 我只知道API參數的內容 但是我把API的名稱折起來 我能不能反向的從API的內容 就是你要呼叫這個API API的內容 參數內容本身 反向的去推測 這個API原始的名稱呢 答案是可以的 在這篇論文裡面 它最後做出來的效果 它只用了最基礎的影視馬可夫陣鏈 影視馬可夫模型 就有辦法從參數的內容 反向識別高達87%的API名稱 就只單靠API的參數內容 就有辦法反向的推測 它原始API名稱 高達精確度高達87% 但它有很嚴重的問題 是這邊論文本身的限制 像是什麼 像是它有設一個非常嚴重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Windows API如果沒有超過四個參數 通常就不需要魔術數字 就是它的API設計很簡單 就不需要用到魔術數字 那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影視馬可夫的模型 其實是非常出力度的 所以如果你的參數沒有這些魔術數字 它根本沒有辦法去做學習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我們之後想要設計自己的符號引擎 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就是 Windows其實有大量的API 都是少於四個參數以下 所以這導致這篇論文在實戰上 雖然在當年發表的時候 它解決混淆問題看起來很炫 很厲害 而且高達87%很強 可是實戰上其實一點都不可行 我們想要借進這兩篇論文來解決 現有的論文 我們把它的概念合在一起 然後創造我們新的概念 那最後就是 ANS2VET 是我在HITCON 2020年的時候有發表過 就是有講過這篇論文 那這篇論文很棒的地方是 它用全自動去學習同一個類型 使用向量的方式去分析 它是不是某一種惡意城市家族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基於WaterVet的模型 基於神經網路的模型 都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陷是 它沒有辦法去精確的識別 某一個binary裡面 有或者是沒有特定的行為 因為它只能做classify 那這個東西在實務上面 我們很難去說 說服客戶說 因為我神經網路模型 認為它是某種惡意城市 它就是惡意城市 如果客戶問你說 它為什麼是那個家族 你只能回說不知道 所以我們想要用符號引擎 來精確的識別出 它就是有某種特定行為 好 那在講符號引擎之前 那我們先講一個最基礎的概念 就是什麼是符號引擎 那什麼是symbolic execution 那這邊我們做一個最簡單的舉例 就是像這樣子 比方說我有一個CE的程式 那我會把 在我的main函數裡面 我會去偵測說 如果第一個參數等於4 然後第二個參數等於8 如果同時這兩個condition成立的時候 我就會把第三個參數 給它一個commend injection 那這個東西明顯有惡意嘛 那我們把它展成Tree 就是把它展成control flow graph來分析 那control flow graph上面 在傳統的symbolic execution engine 都會在強調這些東西 就是說 如果我可以把這些東西 把上面的每一個 無論是if else 或是operator 全部都建成符號 一個符號值 那我就可以去設條件約束 比方說 我就可以設條件約束說 我把第一個參數跟第二個參數 設成條件約束 然後去分析 當第一個參數跟第二個參數 等於什麼數字的時候 可以走到commend injection 的那條分析 這是傳統符號引擎在解決的問題 但是就像大部分人在做扶號引擎 都會遇到一個很大的瓶頸是什麼 就是 會有分析爆炸的問題 因為在野外的惡意城市 大量混淆的情況下 都一定會長得 城市碼長得非常複雜 你沒辦法去把 Angle那一套學界的方法 去解決這種條件分析的問題 那我們就反向去想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想的問題是 如果我今天只是要識別 一隻城市裡面有 或者是沒有惡意行為 那你看 像我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這樣的城市碼有問題 是不是因為它有commend injection的問題 那commend injection是為什麼發生的 是因為 它在使用Win EXEC這個函數的時候 它的參數是來自於第三個參數 使用者可控的第三個參數 這個行為代表說 我們發現我們人 我們逆向工程的人 為什麼認為這段城市碼有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 它的Win EXEC 這個負責叫指令的程式 它的參數居然可以被攻擊者可控 所以我們認為它有問題 那我們就想到說 2005年的那篇論文不就是在講說 如果今天 我有辦法從資料引用關係發現 Win EXEC 引用到的這個commend的指令 這個指令的資料 來自於使用者可控 攻擊者可以污染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污點分析的方式 來把這個東西定成一個template 然後去識別某一個binary 裡面是否帶有特定的惡意攻擊行為 好 那這邊就稍微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用符號引擎來解決 那像是傳統的 大家都會用sandbox方法 sandbox有可能會配二乙程式逃脫 那如果你是基於特徵碼的方式 特徵碼有可能會 稍微樣本套個混淆就會繞過 那像是基於 那如果你是用angle之類的方法 它可能沒有辦法在有限的時間 因為路徑爆炸的問題 它有可能沒有辦法在有限的時間內 把所有的函數都走過 那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們就想到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完全不走 我們不嘗試去暴力列舉所有的分支 我只嘗試從資料的引用關係來識別 它有沒有誤用API的情況 那我就可以設計出一個非常輕量化的 二乙程式的symbolic engine去識別 它是不是有資料誤用 然後拿來做二乙行為的行為 在這個binary裡面 那這就是我們輕量化的symbolic engine的概念 那在我們設計這個symbolic engine的時候 這symbolic engine裡面總共有五個模組 那你可以給我們的engine一個 你自己寫的二乙特質碼的rule 我們把它稱之為t3 rule 那同時你可以給我們一個二乙程式的binary 然後這裡面這個引擎裡面就會有五個模組 像是我們剛剛說到的資料引用關係 那我們會先把程式會有 會有一個叫做VVSET會有一個反主義模組 反主義完之後就會去分析它的control flow graph 分析它的指令分析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用tender analyze去分析 它的資料有沒有誤用的狀況 然後最後就是如果它有混淆的情況 我們也有設計一個結混淆的模組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在做符號化引擎的engine 最大的問題是很多程式其實是需要有一個WIN32 或者是Linux的一個完整環境 你才能夠reproduce到它的正確的執行狀態 你才可以去確認它是不是有某種惡意行為 所以我們還是仿真了一些 不是會有危害但是必須要有的 比方說SprintF、ScanF之類的系列API 那平均來說在我們的實測裡面 我們測了大概4000多隻的程式 無論Binai樣本 無論是Binai或者是Malitius的樣本 我們總共測試了4000多隻 那平均來說每一隻程式 分析的速度大概介於3秒到 最多就只有花到1.5分鐘 那它就可以精確告訴你說 在某個特定的函數 在哪一個指針上面它有某種惡意行為 某個函數裡面有惡意行為 好 那我們說一開始我們設計了CtrlFrograph 所以你今天給一個函數 我們程式就把它像這樣子 Parse整個CtrlFrograph 然後去逐條分析 每個code block裡面有哪些指令 那接著 因為我們講了我們是要純淨態去追它的資料引用關係 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Tent Analyze 什麼是Tent Analyze呢 就像簡報上面寫的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如果一隻程式 就是在我們的程式碼裡面 所有的API都不會真的被實作起來 那有寫過符號化引擎的人都知道說 我們在寫符號化引擎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想要把這個API真的實作起來 我們給它一個假的魔術數字 代表就是設一個安裝 是代表這個函數本身的Return值 所以以圖上為例來說 你就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今天發現它使用了Create File A 然後我在程式碼 我在引擎裡面 可以給它一個假的魔術數字 那我就可以追蹤這個假的魔術數字 之後被哪些API使用 那我們就可以追蹤一個API它的Return值 後續是被哪些API使用到 然後追蹤這些使用關係 是不是明顯的惡意行為 那當然我們講了理想情況下 我們可以去定位出某個惡意的API 它使用了惡意的指令嗎 但其實實務上面並不是所有的API 都像這麼完美 就是我們都可以直接按API的名稱 所以我們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用NDSS Paper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如果遇到在引擎裡面 發現一個沒有名字的API 我們會去Dump這個函數 它所有的參數內容 之後我們可以用來做識別 那我們做個取例像這樣子 比方說我們現在遇到了一個沒有名字的API 有一個指針它沒有名字 我們可以從它的參數上面發現說 它的第一個參數如果長得像是 generic read 然後generic write 然後它第三個參數長得像 create always open exit 那你就可以大膽的推測說 從它的參數內容分佈 它的參數內容使用的情況下 長得像create file 我們就可以推測 它應該就是一個create file的指針 那我們就做幾個舉例 比方說像是create crisis create crisis這個樣本 那你就可以追蹤它說 我們從參數分佈上面可以發現說 它確實它使用狀況長得很像create file 然後這個指針它確實在其它使用狀況上面 也確實長得像create file 那像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像是reveal 那reveal來說你可以看到說像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匿名指針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個指針內容是什麼 但是在我們的引擎裡面 從參數內容分佈上面推測 它長得像create file 然後我們就追蹤同一根指針 它在其他地方使用上面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這根指針 它的return值最後會被close handle 所以它確實就是個create file 所以基於這樣子的使用方式 我們可以去掃描出一支binary裡面 所有API長得像create file的API 我們都可以列取出來 基於這樣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想法 我們想把這個想法 用來解決混淆問題 所以我們設計了我們T-SAR engine 那我們的T-SAR engine裡面 任何研究員都可以給我們T-SAR engine 一個binary做輸入 然後它就會分析它的所有的API 那同時你可以設計你的Malway的Rule 然後attach上我們的engine 我們的engine會在分析每一個函數的時候 就會發一個回調通知給你 然後你的回調函數就會 會收到一個event的得知 你現在內央程式碼指令叫什麼 然後它的記憶體內容長怎樣 然後你可以做tender analyze 去分析事後API的使用狀況 所以做個舉例 比方說我設計了一個API 設計了一個回調函數叫code 然後把目前的函數給打印 目前的指令打印出來 那你就可以從結果上面看到說 這支程式嘗試使用WinExec 執行某個惡意指令 那或者說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在我們的回調函數裡面 你在回調函數裡面可以看到說 目前參數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打印出來的結果像這樣子 比方說我們就可以 從這個結果上面得知說 這支程式嘗試使用create process 然後去叫起CND 可是在叫起CND之前 它卻使用了WSA Connect 然後使用到WSA Connect 創建一個remote連線到44port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假設 它嘗試先創建一個遠端連線 然後把CND跟這個遠端連線對接 我們就可以假設它是一個reverture 那基於這個想法 那其實有很多我們講了 我們都要純淨態分析 但是還有一些必要的API 像是你的process 一定會使用到的 Gate Process Address 然後Long Library A 這些API 是一定要使用到的 所以我們還是有去reproduce 我們就去實作這些API 那最後就是 在我們engine裡面 至少會有三個回調函數 第一個回調函數叫co-pay 第二個是innualize 第三個函數是cle-up 那在innualize函數裡面 你可以去做必要的初始化 然後在co-pay 在co-pay裡面 在innualize裡面 可以做必要的準備 然後在co-pay函數裡面 可以收到每一條函數的event 然後在程式 如果在TESA Engine裡面 分析完所有的函數之後 它會去呼叫你的cle-up函數 那你可以在cle-up函數裡面 去做最後的總整理 去recap它是否帶有 某種惡意行為 然後我們這邊做幾個舉例 那第一個例子像是crc32 我們都知道說crc32 它會去用這個magical number 叫做ebd38820這個 它會用這個魔術數字 對一組陣列裡面的每一個資料 去做xor8次 然後得到一個crc-hash的值 所以我們的rule 只要偵測到 這個binary裡面 某一條指令 嘗試對某個特定資料 進行使用這個魔術數字 xor8次 我就可以大膽地假設 它帶有crc32的行為 這邊做個舉例 掃描出來的結果 這是virus total上面的一個樣本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掃描出來 這個函數帶有crc32 它確實在IDA Pro裡面看到 就是有crc32 但是你會說 這個例子非常簡單 crc32非常好偵測 那我們就舉一個比較困難的例子 像reflect loader reflect loader 大家都知道說會做三個行為 第一個行為是 先pass自己的 它會在記憶體裡面pass自己的dose header 然後再把自己先開一塊記憶體空間 然後把自己做file mapping 到新的記憶體空間 接著它在新的記憶體空間裡面 修正自己的引入函數表 然後定位出它的entry point 然後呼叫它的入口函數 接著那個惡意程式就會在 就會以削扣方式 注入到別人的記憶體裡面 然後執行起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偵測到說 如果我們在某一行程式碼裡面 某一隻binary的程式碼裡面偵測到 它嘗試在記憶體裡面定位 在比對PE或NZ字樣 我們就可以確認它在嘗試定位 它的PE header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些 潛在有問題的 header 給記錄起來 開一個清單記錄起來 然後接著如果我們發現說 喔 剛剛我們在這些 潛在有問題的資料結構裡面 它嘗試 其它的後續有任何程式碼 嘗試使用到這些潛在有問題的 資料結構的引入函數表 或者是它的入口函數 我們就發現它嘗試在 ASUS這個潛在的PE結構 去嘗試修它的引入函數表 跟定位它的入口點 去叫其次之二一程式 所以我們只要偵測到 一支binary嘗試定位結構 PE結構 並且拿出它的PE結構的大小 然後嘗試做記憶體分配 並且嘗試去找到它的指針表 並且修正指針表之後 呼叫它的入口函數 我們就可以假設它是reflated loader 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像是在我們舉一個七月的樣本 那七月的樣本這個時候 這支樣本在Visitolo上面 當時只有八家 八家廠商證明它是一支二一程式 但是我們的 在那個時候 七月的時候 我們的程式有辦法 我們的引擎有辦法 精確地定位出 在某一個函數裡面 明確就是有reflated loader的行為 那下一個例子是process hollowing 那process hollowing 它都知道說 我看一下 大家都知道說process hollowing行為 它會去做 跟剛剛reflated loader很像 它會先去把二一程式在記憶體 它會先開一個暫停住的process 然後把二一程式 mount到那一支 benight process的記憶體裡面 接著去幫它 接著去做恢復它 去修正它的PEB結構裡面的Emerge Base 來修改它的主要模組的Emerge Base 來控制它實際要執行的模組成另外一個模組 然後達到劫持的效果 就是把一支二一程式 跑在一個benight process的記憶體裡面 那所以我們只要偵測到說 如果今天有一支程式 它嘗試去 一樣是定位出NT的結構 並且後續去使用了create process這個API 並且它是創建出一個暫停住的benight process 那我們就可以去追蹤說 它後續又去使用了Virtual Locator 在這個benight process裡面去申請記憶體 那這邊我們提供了一個diff 從我們的引擎裡面提供了一個 基於diff use 關係 從資料引用關係的 我們引擎提供了一個 資料引用關係的分析功能 你可以去追蹤 這個它在Virtual Locator的時候 Virtual Locator不是要給一個H process值嗎 這個Handle值居然是來自於 前一個API Creator Process 所那個結構吐出來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確認說 它確實是先開啟一個新的 先創建一個新的process 接著在使用Virtual Locator 對它申請記憶體空間 所以接著我們就可以追蹤說 它除了申請新的記憶體空間之外 還使用去拿它的記憶體狀態 並且最後去使用到了 Writer Process Memory 去修改它的PEB結構 那我們就可以偵測到 它嘗試創建出一個暫停的process 並且修改它的主要模組的Emerge Base 切換成二一城市模組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在做process hollowing 但這邊你剛剛說 我們就可以偵測 精確地定位到說 這一支Virtual上面的樣本 我們可以偵測到說 某一個函數裡面 確實有用到process hollowing的行為 那你會說 可是我剛剛舉的這個例子 我舉的這個例子 它都是完全有API名稱的 那在野外我們講 很多的Hallowing樣本 是沒有symbol 你是沒有API名稱的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呢 那還記得我們剛剛有提到嗎 我們提到說 攻擊者在做process hollowing的第一步是什麼 要用到creator process 這個API創建出一個 暫停住的process 所以其實我們的入我本身 就是在我們的特徵碼裡面 我們的入我 我們的回調函數裡面 我們可以偵測 所有的API 我們只要找到binary裡面 一支binary裡面所有的API 只要那個API長得像是 它的參數內容 長得像creator process的使用狀況 我就把它放到一個 潛在的危害清單裡面 潛在危害的API清單 雖然我不知道API名稱是什麼 那接著 在cleanup函數 在最後總整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追蹤這些 我們剛剛認為 疑似長得像creator process的API 它後續的使用狀況 長得像不像使用creator process的樣子 那這邊我就提供了一個API 叫做tiny simulator single function 這個API可以提供你 從指定的API地址 從指定特定的記憶體狀態下 繼續執行 並且完全執行 剩餘的所有的行為 所以我們可以去從 剛剛我們抓到了一個潛在 長得像creator process的指針 我們可以從那個指針位置 開始往後執行 模擬剩餘的所有行為 去分析 這個長得像creator process的PE結構 然後這個參數吐出來的內容 後續是怎麼被使用的 長得像不像process hollowing 那同時 在這個模擬機在跑的時候 它我有提供一個 就是你可以去給它一個 扣背函數 一個精確的一個小的扣背函數 所以你在扣背函數裡面 就可以在這個潛在長得像 create process的函數上面 去做污染 像是我們知道 create process會吐出新的 process的資訊 會放在一個結構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的process資訊 污染成date跟beef 就是污染成date跟beef 那之後只要我們發現 任何API 長得像是get a thread context 或者是write process memory 嘗試去asus 到date跟beef的模式數字 我就可以知道 它在嘗試 對這個新的process 進行記憶體讀寫的操作 那我們就可以追蹤 它有沒有嘗試去修改 它的新的process 本身的emerge base 來確定它有沒有切換模組 那在我們的實驗裡面 我們很好奇說 virus total上面那些被標註為 有注入行為的樣本 實際上有多少百分比是 真的有做process hollowing 我們好奇這件事情 那我們蒐集了 所有今年的樣本 在virus total上面 今年所有有被標註為 注入行為的樣本 我們總共蒐集到了233支 那經過我們的入額分析 總共有高達60.51支樣本 就是高達61% 它的樣本都是 真的就是process hollowing 我們也做 逆向工程 一直一直測過 它確實就是 有做 hollowing行為 那剩下31支其實是物標 virus total的物標 就像是 它可能是缺的engine 插60dbg 或者是礦的注入器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個 就是接下來要講到 核心主題就是 我們要用剛剛這些idea 全部統整在一起 然後去解決 識別 一支程式是否代表 人生為而行為 那我這邊由我的同事 Hank來做 接續為各位介紹 喂 大家好我是Hank 那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Ransomware Detection 怎麼用我們的TSAR 去實作 Ransomware Detection 那我首先要先講的是 我們有個quiteria 去detect ransomware 那這quiteria 是based在有三個feature 就是Ransomware常見的feature 那三個feature 分別的是 答案列舉 跟答案操作 和答案加密 那首先呢 在答案列舉的時候 我們會去想辦法去模糊識別 find first file 跟find next file 然後今天呢是答案操作 那答案操作 這邊就會有一系列的 跟file操作有關的API 像create file 或是re file write file set final pointer 之類的 那最後一個是答案加密 在答案加密的時候 我們會想辦法去識別說 比如說有一部分會是用 Windows的crypt function 那還有一些是 它實作是instructure narrow的加密函數 像是比如說它可能是用intel的AES加密 或是說是用chacha 是直接用assembly寫的 或是rc4 對 那這邊的話我們會采用pattern base的方式去detect這些 奇怪的加密函數 除了這三個feature以外呢 我們也有就是 實作了function chain去 再次加強確認說這些feature都是針對同個file 那我們有兩條function chain 一條是做檔案列舉到檔案加密 還有一個是 檔案列舉跟檔案操作到檔案加密 好 那就是介紹完三個不一樣的feature以後 我就要分別對feature 我們怎麼做路 來跟大家介紹 好 那首先那是檔案列舉 那檔案列舉這邊我們會先去模糊識別file first file跟file next file 然後因為file first file跟file next file 其實它們之間是有一些關係的 譬如說file first file的return value 會是file next file的第一個函數使用的值 那我們這邊就會去比對它們的handle值是不是一樣 那是一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接著去tent它的file data裡面的cfile的這個 這檔案名稱就是它檔案列舉完以後 它接著要加密的檔案名稱 我們去tent它的使用 對 那這邊我們就能成功去捕捉到 檔案列舉在rensonware裡面的狀況 那接著第二個是檔案操作 那這邊的話我們會先首先去 去模糊識別create file 那識別完create file以後 因為大家都知道create file的return value會是一個file handle 那之後所有的file操作都會基於這個file handle去做操作 那我們就有其他的檔案操作的模糊識別 那就會把這些file handle都放到file handle candidates 那之後會跟create file的handle去做比較 那這邊就帶了一個例子是以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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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操作的函数会把这个file handle 从local variable提出来使用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我们预先存在的file handle candidate里面的handle去做比较 来确认说现在它是有被使用到的 那介绍完三个不一样的feature以后 刚刚忘了Lode介绍一个feature 是file encryption 但file encryption其实就是我们是 based在模糊识别的方式 跟配登base的方式 那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的detection log 怎么从detection log看到说 我们确实有抓到rancware 那这边的话首先是档案列举 在档案列举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列举了一些可疑的 cfile name的使用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对应到AIDA是可以看到 它们是matched 那我们就成功地抓到档案列举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是档案操作 档案操作就如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图一样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createfile被使用 以及它一些file handle 可能潜在被利用的地方 那这边就会有列举出来 那就可以比对AIDA去验证说 我们是有抓到 那接着还有file encryption 那在拔布Rensenware 其实它用的是比较冷门的加密函数 那这边它是用hc128这个加密函数 那这边的话我们用patenbase的方式 去detect它 好那其实在一路上 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损 因为在patenbase的路 其实目前是没有太多的 很完整的encryption algorithm的database可以使用 所以这边举个例子 像Darkside它这边 它是有customizeSelsa 20的matrix 跟它的加密算法 那我们就从中萃取它的feature 比如说它的feature就像是 这边会有个fold round的linear shifting 那其实在很多不一样的Rensenware里面 它的Selsa 20实作都不太一样 就是那个linear shifting都不太一样 那这边就是要需要去做patenbase的路去detect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Seven Seven的话是它把档案操作跟档案加密 是融在同一个function 那它这边是用一个叫r58的encryption 它是一个string cipher 那这也是patenbase里面会没有的路 那我们就必须去实作 以及还有fsopen它是用steadycode linking 从msvcrt的library linking到它的binary里面 那这边的话我们是用bysequence的方式去detect它 那接着是讲我们大规模的实验 那我们的实验的话 我们抓一整年的资料从VirusToto上抓的 然后这些Rensenware都是被三家很有名的房租厂商 label成Rensenware 但是其实VirusToto上label成Rensenware的那些档案 不一定是真的加密档案的那些函数 而是它是在Rensenware供给的过程中都有用到的 那我们接着还有去做commercial sandbox的过滤 因为就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档案并不会加密 所以我们必须要真的要萃取到那些加密的档案 因为其中还有很多是backdoor或是loader或dropper 那最后还有一些检查一些我们engine能够吃的compiled的type 比如说golem或是darnet这种就是一般symbol engine不会去出力的 那最后我们就有最终的sample set 那我们也得到一个还不错的detection rate 就是经过我刚刚讲的那些一步一步的去增加更多的pattern-based的路 那我们得到了96% 那这些是我们能够detect的Rensenware family 以及它的变种 那其中我们detection log还提供一个比较可以帮助mobile analysis的功能是 我们会列举说很多的address跟它对应的function 那就可以像7-Rensenware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其实是同个家族的 那这边还有一些un-detect的sample像是pondocker 那pondocker它是用一个unknown的inclusionalgorithm 那其实也是用pattern-based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补足这个部分 好 最后我们要去验证一下false-positive 就是我们会不会把一些正常的modeware把它误认为是人生ware 那我们这边抓200支sample 然后最终我们的false-positive是0 那现在我就交由adr去做我们的总结 好 谢谢Hank 那我们最后就是future walk 最后我们想要做一些总结 那总结的部分其实是我们想要讲说 其实现有的二一城市政策技术非常棒 但其实他们原先设计的时候 这些既有的方法都有它的假设跟它的限制在 那我们其实我们不是想要推翻既有的方法 而是这些方法很棒 但是对于现在2022年的混淆样本来说 它有一些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所以我们想要推出一个新的方法 来帮助大家有更新的方法概念 可以去解决现有的Rensenware方法 那在我们这一次的演讲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说从我们数据里得知 这样子轻量化的符号引擎方法 有效地解决真实的二一城市 并且得到良好的结果 所以可以看到说基于符号方法 来增强我们的二一城市真实能力 是非常稳健 非常有办法 对于这种混淆样本的真实能力 是非常稳健的一个新的办法 那最后就是 当然我们当然是希望 community都 大家都一起来引用这样的技术 所以其实我们有开源出来 那在我们的TX1的GitHub上面 大家可以就是可以扫一下这个QR Code 那有完整的原始码公开 那你们都可以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 一起写我们这套引擎 一起来开发这套engine 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写更多的二一城市的RAW 然后来增强我们的侦测能力 这样子 好 感谢大家 我们是TX1 那谢谢大家的 来这场聆听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现场做提问 谢谢大家 好 那现场的观众 有谁想要提问的吗 不好意思 麻烦 不好意思 可以再举个手啊 给个麦克风这样子 我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模式数字 那这些模式数字现在目前都是仅能靠这个 等于是经验来获取吗 未来以后你们会做成资料库可以来使用吗 老师这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在原先NDS那篇论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它非常仰赖模式数字 但在我们这篇里面我们不靠模式数字的原因是因为 NDS那边它只能单靠一条API 它的参数内容分布来猜测 它是或不是可能某个API 可是我们有现在在我们这一个engine里面 我们有了API的前后文关系 我们可以去追同一个API 我们只要知道那个API长得像或不像就够了 所以模式数字在我们这个里面不是那么大重点 但回到老师刚刚这个问题 确实那个要靠经验 然后或者是你如果是Windows的开发人员 你会非常熟悉这些模式数字大概长得怎样 对 这提问很好谢谢 好那现场还有人想要提问的吗 呃 呃 不然 好 呃 江泽你好 呃 非常感谢你的演讲 那整个TXEngine也非常实作非常完整 那我最近想请问一下 因为在 呃 Symbatic Engine在运行的时候一定会比 呃 呃 仿真度一定会比在Windows原生的OIS上 会差很多 那也有看到你们去做了 reproduce API的过程 那我想请问一下在 呃 二一城市是否会检查一些 呃 像MTVM的行人 或是你们会会去assess到registry的时候会 这这这边是有办法在 呃 浮沃指引擎里面做做出来的吗 好谢谢 这这问题问得非常犀利啊 这个有有错过模拟机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那这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的 首先如果你有看过就是呃 在 Deusenix 2015年的那篇 BiWay的论文 你会知道我们在解Function 就是如果你在解Function Boundering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单纯只是踩过去call block 收集call block的量 那个东西叫做解Function Boundering 你有完整的实作call block的 if or else的关系 那个叫做模拟叫simulation 你有完全的实作完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sandbox 可是我们的 我们的engine为了打到轻量化 我们每个call block 每一个call block都强制的 也至少拆过一次 所以不存在可以被绕过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非常就是有错过 emulation相关技术的人 会发现这个问题 这提问我喜欢 谢谢 好 那现场观众还有问题的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回答线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引擎中 他对一些夹壳或者是混淆 比较厉害的耳育软体的表现上是如何 这样子 这问题也是非常好 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痛的一个问题 对 这问题很好 但我要先说我们这一篇想要解决的是 我们想要尝试去识别一个binary层 就是单纯这一层 binary本身所带有的语意 这个binary被直编译当下的语意 所以像刚刚这个套壳或者是share code里面有share code的问题 它已经在我们的定义上面 它算是不在我们的scope里面 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个加课行为 我们会有效地把它识别为 它的语意上面是一个壳程式 我们不会去尝试识别壳里面的肉 这样子 好 感谢两位讲师精彩的演讲 那如果大家事后还有问题的话 就是欢迎大家多使用slide 然后再次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再次给讲师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